作詞・作曲 李宗盛 又是一顆雪後的黃昏 我們坐在雪地上 遠處是音樂的狂歡 飞扬的雪花也歌唱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 流氧的铃声蓝亮亮 将一生生剪剪一航 心就像雪景桃围 叮噹叮噹叮噹 铃儿她不再想 这一年的冬天带给了 我疼痛的灼伤 叮噹叮噹叮噹 铃儿也去远方 剩下我一个人来承担 雨水大湿浪 &mi加 李雪 一生 又是一个雪 imperial的黄昏 我们坐在雪跟你山 有些铃肓紅的黄昏 飞扬的雪花也歌唱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 悠扬的铃声满亮亮 叫你深深寂寂一航 心就像随着你投亮 赞扬 赞扬啊 银儿她不再想 这一年的冬天带给了我疼痛的桌上 赞扬 赞扬啊 银儿一去远方 剩下我一个人来承认 一些大事让你说 就这样我们结下了顾姐之缘 最早她帮助我开了一个早点铺 就这么一步一步地 到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没有想到 你的精力这么磨难 所以说 人生有必然 也有偶然吧 谁也不会总是瞬间 关键的是 我们在逆境中 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我知道了 我想打个电话 小话 我是大嫂 你二哥的事情出于怎么样了 你要多陪陪二嫂 让她节哀别太悲伤了 还有啊 在后事的处理上呢 也要开通一些 宽容一些 我挺好的 你大哥的事情回去再说吧 好 那就这样啊 再见 二嫂 大嫂在电话里也是这么说的 咱们还是早点把二哥送走吧 老放在这医院也不是那么回事吗 人家酒楼那边的态度挺好的 也承认了他们有一定的责任 再说了 人家酒楼那边 也不知道二哥有先天性心机缺损 咱们家人不也不知道吗 真要打上官司的话 花钱费事先不说 这结果怎么样 还真是不一定的嘛 大嫂说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好 在这儿呢 你们好 你好 这不我们老板亲自来了 我们老板说了 这件事情 虽然主要原因不在我们 但是我们酒楼方面 还是有一定责任的 在服务管理方面 也有很多欠缺 是啊 这次的教训确实很深刻 我们一定会及时吸取的 陆小姐 其实作为我们酒楼来讲 我们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 我们的心里也很难过 所以 我们觉得 除了对您口头上表示歉意之外 我们还要给您一定的补偿 我们酒楼方面 准备拿出两万块钱来 作为这件事情的补偿 还起草了这样一份协议 陆小姐 您先看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就聊了 好 二嫂 我看他们也挺诚恳的 要不然 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 好好看看这个协议 能了就了了吧 走吧 二嫂 走吧 我真是万幸啊 阿南 你真聪明 我当时只是有预感 多亏了我妈给我打的那个电话 你说 在你老婆身边那瘸子是谁啊 她是不是也有人了 我觉得那个人对她不错 怎么了 还吃醋呢 人家都带公安来抓你了 还这样 我都家破人亡了 弟弟死了 孩子病了 老婆也丢了 我这都是为了你啊 算了吧 算了吧 知道 就算在乎我 我一直排第二 钱才是第一 你看看 又来了是不是 小花 你出去啊 爸 我陪陪我二嫂去 去吧 去吧 应该去啊 爸 我可能回来得晚一些 你们别着急 好 去吧 儿子没了 儿媳妇再已改嫁 将来 这孙子姓不姓冯 还难说呢 姓什么都无所谓了 赶上那不孝顺的儿子 还不照样打爹妈娘呢 何况孙子还隔着班儿呢 无所谓了 我什么时候就做不孝顺的 她在这边 就彻底之弱了 就让我吵心 我现在能担心 那不孝顺的时候 她不孝顺的 这么大的事 你说她一个人扛着 这现在多难受 我真服她了 她可真能沉得住气 话说我告诉你啊 其实啊 冯楠楠王八蛋 她早 她早就怎么了 那谁 萧队长怎么嘱咐的 你忘了 反正 她是有问题 那肯定是有问题 老娘 老娘说孩子 你在家等着吧 行 你爸着急了 让我 没事 一会儿就到了 还是飞机晚点了 还是怎么的呀 没有 别着急 大妈 你该回来了 快了快了 她是不是那谁接的呀 是 有车呀 是不是有车 有 有 有 来 来 啥也没问题 怎样 好 谢谢 没有 你猶 behavior 因为你被我了 是的 没病了 没病了 死ria了 dodj 热热烘烘烘烘烘烘 不是 大大 我还久了 还有事呢 我们先回来 大娘 我跟林总一起走吧 祖珍 走 走吧 走吧 走了 那一天过来啊 走了 大娘 黄哥 谢谢 谢谢你 总统 谢谢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请慢用 谢谢 不客气 林老板 问你件事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嫂子你说 听我们家老毛说 您一直都没有成家 对 那你对你未来爱人的标准是什么呀 这个嘛 不好说 随缘吧 对对对对 那婚姻就是缘分 你看啊 我和我们家老毛 就特有缘分 我年轻的时候 长得可漂亮了 老毛对不对 漂亮漂亮 追我的人那么多 可是啊 我单单看上我们家老毛了 我就图他人好 林老板 你老大不小了 是不是该考虑考虑 你自己个人的事了 我这人哪 就直言快语 其实啊 我早就吵吵啊 要和你叔叔这件事 全被我们家老毛给拦住了 这次去广州 你们尽管没有找到 冯南那个王八蛋 可是华云 离婚的是铁定的 你说华云多好啊 美丽善良孝顺坚强 这么好的人 到哪找去啊 是不是老毛 不妇 我媳妇说的有道理 她好几次吵着 要去找你 都让我给拦住了 你个人的事 是该认真考虑一下的 华云一出这事啊 我就替她学嘛 我学不来学不去 觉得都不合适 林老板 我就觉得你合适 你人好 事业好 关键是你有爱心 你知道吗 一个女人哪 再选的时候啊 一定要找一个 对她孩子好的那个男人 林老板 我是真心希望 我这姐们能幸福 不 苏芳 你嫂子说的话 你给她往心里去 得当回事了 我看 你赶紧去找华云 干脆就把这个窗户捅破的 来 小伙子 还记得我不啊 上回买你这个箱 便宜你还挺不乐意的 哦 是 我今天啊 让你把钱挣回来 来 给我来两个二十五块钱 这个是两个 嗯 给五十啊 这会心里平衡了吧 我再送你一个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送你一个送你一个 不要 买卖公平不要啊 再见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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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要 哎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儿去哪儿呀 去广西 去怎么办呢 放心吧 我那儿有好多的朋友 到那儿再说 我们想办法出去 好了 这些东西都不带了 带什么路上去呢 带着钱就行了 还能够让你够 走吧 来 坐吧 来 我真高兴啊 谢天谢地 老太爷保佑我阿南 保佑我阿南逃过了一劫 我昨天做梦 还梦见老大被抓了呢 吓得我抽了一身老汗 要不人家说这梦都是法子 你要真梦见 咱阿南没被抓 回了 那可回了 老佛 你做了个好梦 来 奖励你吃水果 来 吃 要我看啊 未必是好事 你什么意思啊 你盼着你哥出事是不是 总这么逃避也不是办法呀 老这么逃亡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那也比抓着情 妈 是不是您跟我大哥通风报信了 老冯 你跟 你看这孩子说什么呢你 小冯 这话可不能乱讲啊 要真那样的话 你妈可就犯了 那个包庇罪了 再说了 你妈也不知道你大哥的电话号码 怎么通风报信哪 对对 你爸说到点子上了 你爸说得太对了 你爸这话我还听 妈 那你也不能这么袒护我大哥 你什么时候为我大嫂想过呀 她一个人带着瞧瞧 这也太不公平了 怎么就不公平了 怎么不公平了 你以为她闲着拿 她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这回她丈夫没被抓着 她心里恨着呢 妈 咱们家都出了这么多事了 您还一直执迷不悟呢 冯老师啊 你又要教育你妈了是吧 你比我厉害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我走啊 别走 我走 不不不我走 还是我走 你在这儿我走 我走 你说这孩子 永远跟我作对 气死我了 好嘞 你好儿干活这么快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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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歇一会儿 妈在家呀 偷你爸爸 你爸爸我都死了 来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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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来 你就喝这个垫子 妈你自己吃了 咋呢 我不想吃 不吃啊 那妈这个水 喝点不 来 好了 不错的 放心 来 来 那你自己自己喝吧 咋的小云呢 我看你那么情绪不对头 什么事都想得开 知道吗 其实这次从广州回来啊 我都已经想开了 我现在想车了 太多了 太多了 我现在能打开了 你真想要 你要学习 你自己是个人 怎么回事 我要把我带着 你做我的事 他也想要去找区别人 我再想看区别人 所以我对冯南啊 你彻底的死了心 死了心就对了 妈 我饿了 我看啊 林如风啊 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 真的 心啊 那么细 你瘦着呢 那么细 什么事想得那么周到 知疼知热的 你看吧 咱们不说以前的事对晓晓 对你 你看最近 又买一个 能睡觉的沙发 是不是 那个什么 折着床 真的 我这看这个孩子真不错 他吧有个地方也不走那儿 我就想啊 有点像你爸 像我爸 你爸是吗 怎么又想了 就是那个嘴上不太会说吧 但是他心里有 哎 你说是不是啊 林如风 对 我让你看他 你看我爸平时也不说话 不是 他说 我就像你们的同男 但是关键时候 他一说话 句句在里儿 你爸这人是这样 轻易不发火 可你爸要发火啊 谁都得怕三分 真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妈 那你说 你和我爸怎么好上 我 你问这还什么呢 我谈的 你说碰你谈我 我怎么好上 你 跟你爸似有恋爱的 那啥时候摸手的呀 没没没摸手 没摸手 妈 你就说了吧 就招了吧 只要跟人谈上的话 就得爱人 你要不爱人家 那就叫作风不好 你妈的作风一贯是 真是黄花大姑娘 嫁这么一个 哎 妈 我真的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你和爸年轻的时候 那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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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你爸呀 就在我家的窗边底下 雪鸟叫 这就是我们俩的二号 懂吗 你们俩还有街头二号啊 他一雪鸟叫 我一听 鸟来了 我得赶快出去 那时候也就是 我跟你说 也都九点多钟 我们家都躺下了 这俩俩俩俩俩俩下地了 我就出来了 出大门外门一看 没人哪 你哪儿啊 那我们的鸟爸跑哪儿去了呀 草坑里面 真的 谁 出来 你爸瞧瞧的出来 哎呀 看见我之后可高兴了 也想那样 我没那样 你肯定那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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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样 拿出个小盒来 那小盒打开 你去看呀 什么东西啊 戒指 你肯定那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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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干什么呀 这捡着一个 这一个能卖多少钱的 哎呀 你看啊 这就盯着在地下捡钱 一毛五一个 一毛五一个 最便宜一毛 你说妈要是 这就是一天我捡他二十个 二十个两块钱 我买他一块大风 二十个三块钱了 那是一毛五 我就说最低价了 这一毛 你说我买块大豆炒不炒啊 给你们吃是不是挺香的 真的 爸你真的太回锅了 哎呀 咱家热的不就这样 勤快点啥都有了 你爸讲话了 勤俭赤家 你这些优点啊 我们就是学一辈子 都学不完 你要学去吧 真的呀 不是妈说的 妈这优点哪 你学不完 妈一个人夸你两句 你还真当真呢 你相信啊 快去 看孩子 尤其是你啊 这种乐呵呵的精神 那真的是无价之宝 妈是 人家那个报纸上啊 常说 说人的心心啊 应该像大海一样 妈比不上大海 但是妈也是一个大江 这心真的 啥难事啊 难不倒妈 真的 谁有了吧 我也不攀比 谁没有了吧 我也不 不是小姐的就是 就是 咱自己家过自己家日子 好好过 乐乐呵呵呵 这就挺好的 是吧 哎呀 进去吧进去吧 哎呀孩子 行 行啊保密 保密 妈有的地方 保密的地方 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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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的手 我赞成你的 赶紧离我告诉你 我觉得我这个人太可笑了 跟我生活了十几年的男人 我的丈夫 我孩子的爸爸 居然是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我这十几年 活得特别的失败 你就是个坚强的女人 你看在你身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都能够勇敢地去面对 而且去解决它 再说了 这法律 现在站在你这边 不管怎么说 四年之后 你们之间 就用了一个两段 当然 我也深信 你这次一样能挺过去 不管怎么说 我 用十几年的时间 去认清楚一个人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尽管 利若凤 我真的是挺敬佩你的 你身上有很多品质都是我所欠缺的 我现在才感觉到 一味的善良 其实是不够的 有的时候 甚至是一种纵容 任何事情呢 它都有它的底线 也有它的原则 这种纵容 说实话 我是真的很高兴 真的 我觉得我挺高兴的 它是这种黄兴的 因为我的家最佳 你们好像不那么厉害 我那 conn杀了 他也是很专闹的 我喜欢这种约那种 的 那么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给您倒杯水啊 爸 爸 小花 你说 咱们这个家 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了 当初买这座楼的时候 就有人说 你说他风水不好 说盖这个楼的时候啊 砸死了一个工人 你说 莫非真是 爸 您怎么也信这些迷信啊 您怎么也信这些迷信啊 不想这些 你啊 不用安稳我了 我心里明白啊 这座楼啊 这座楼啊 是你妈妈 用你大哥的钱买的 我大哥的钱 是啊 当时 我就间接反对 可你妈 你妈她哪听我的话呀 你也怪我 我这懦弱的心格 是我没能坚持住原则呀 这正应了那句老话 不育之材不可取 不合之药不可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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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想起你大哥 你二哥 老爸的心里 别急从难受嘛 爸 爸 爸 不想这些 不想这些啊 您不是还有我吗 您放心 我一定跟您争气 您自己也得打起精神来了 爸 您衣术那么好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呀 不是有很多人 都等着您去看吗 爸 您一定要振作起来 答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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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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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定要振作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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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慢走 快一下 您好常常是吗 请您稍等一下好吗 稍等一下 华阳姐 牛团的客人到了 赶紧里面请 一到四号包间 都是订好的 来 里面请啊 里面请 里面请 来 里面请 挺静啊 来 怎么样 味道都还满意吧 好 华阳 林总 这是我们的大堂经理 华云华小姐 你好 这是这个台的记者 是好 我们九楼呢 评为了市城市之星的 公积单位 他们是在采访 小蚂蚁 东躲躲 西躲躲 到哪里去躲躲雨啊 我还要跑到我的飞机 头晕 是不是给小云打掉啊 光顶 这是大堂的 看着他面啊 嗯 老爷来了 老爷去叫叫安妮 我就不说了 还是让林总说吧 林总 让人家坐 妈妈 你看吧 你看 我说吧 叫你这样 就这样 喂 小雨娜 我是妈 妈 嗯 那是 我现在一时抽不出身了 哦 那行了 那我哄着睡会儿觉 睡醒觉没事了 我就不给你打电话 有事我再给你打 哎 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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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六 八 我们从一号包间到八号包间都进行了重新的装修 而且这些材料全是环保的 我们要做到客人吃的要放心 在业务上呢 我们的大堂经理花员消息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比如说像这个 杰克问好啊 菜什么呀 还有这方面呢 确认 林老板 恭喜你 恭喜啊 别让明天单位了 过来喝一杯吧 这不是有你的知识吗 我等会儿过去看 好好好 谢谢您 谢谢您 好 好 我就不送了 再见 再见 谢谢 再见 我们会尽快报道的 好 今天你好像心情不好 没有 刚才我妈来电话 说巧巧又开始头疼了 那你先回去吧 今天客人这么多 今天客人这么多 现在又是用餐的高峰 我现在比港股麻不太合适 王老师 她是我从女班挑出来的 我觉得她身体挺好 可以去我们体育队 王老师好 你们好 你看怎么样 小家伙是个学体育的料 可是我怕耽误他学习 你看 刚才王老师都说了 担心你的学习 所以你得跟王老师保证 去了以后好好学习 等会儿中午吃肯德基好吗 我不爱吃那东西 你以前不是挺爱吃的吗 现在不爱吃了 对不对 我们中午吃别的吧 我请你 那好 说话算是吧 是的 女友 唯下 哪有 妹爷 这个 还是 能不能 对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使好那么暇 那多了又是火焊 怎么着了老伴 睡不着觉失眠了 没事 没事 别管我 你睡吧 你不睡我能睡着吗 俗话说呀 老伴老伴啊点灯说话 别灯做伴 老伴啊要不我把灯点着咱俩说话 行啊我点着灯了啊 好 说会儿话 说我老伴 老伴吃啊 来来来我给老伴点声了啊 好 你舒服就舒服 好嘞 说吧 告诉我 想什么呢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永远闪亮着灯光 是一轮不落的太阳 不落太阳 有这么一个地方 疲惫时有我睡窗 不住许许我的肩膀 不怕再伤害 风和雨 躺在外面 这是我的家 给我留伤让我飞翔 家是我的爱 就那么远 就那么丧 不许再多说 爱有多远 就那么远 就那么散了 不许再多问 是为了谁 作曲 李宗盛 在外面 这是我的家 给我留伤让我飞翔 家是我的爱 就那么远 就那么丧 不许再多说 爱有多远 就那么远 就那么散 不许再多问 是为了谁